今天跟我老妈到我们地里面 砍一点这个蓝轴啊 回去做那个 篱笆 我之前挖的那块地啊 我用那个轴子插在那里 那个间隙太大的话 鸡还是能跑进去的 我用那个湿网揽起来的呢 那个湿网质量不好 揽一段时间以后 那个湿网就脆掉了 不行了 所以说 到这边来砍一点这个蓝轴 然后回去做那个篱笆 好了吗 现在才有两种红了 你还要这边好不疼 这个也要好不疼 它也会吼过去了 这个好好的 这边好不疼 好了吗 没疼 对 它也会吼过去了 这边也会吼 这个没法吼 吼了先 这边有什么吼 再看这个钢啊 我估计这两根不够 不够的话到时候再过来砍 好 人家好大根 我给我好根捡哪根 咱们去书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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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估计还要两三根才够 这个四网质量一点都不好的 这一点是我老妈前几天围着这个的 你看就变成这样 这一次就破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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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弄了一天这个园子的篱笆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边之前是用那个竹子插在这里的 但是太细了 那个孔太大了 机会跑进来的 今天弄了这个铁丝网 近一点看得到 就是刚才我在绑那个 给它绑了一圈 一直绑到那边 那边就有那个蓝猪块 给它拦起来了 拦了一圈 再还有我老妈摘菜那边没拦 明天再去园里 看两根蓝猪过来 给它围起来 我老妈在摘豌豆 今天晚上又吃豌豆 这段时间蓝猪都吃腻了 一棵树都有移动 这样拦起来还是挺好的 以后这个鸡再也进不来了 什么鱼 鱼啊 鱼啊就不会抢 我抢鱼 抢鱼 抢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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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妈摘得住没跳 你会没跳 好了 今天工作就结束了 我老妈准备做晚饭了 今天痘子也有点饿了 你看我干了一天 这个瘦 脏死了 这里还搞爽了